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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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来到5月23日星期四 欢迎收睇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红毅资本投资总监李责明 为大家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lan 联储局议息的记录 突显了通胀压力 道指昨晚跌了大约200点 行之夜期多过百点 但当然大家应该都是看着 AI股王NVIDIA 季绩收市之后出路 盘后股价很厉害充上一千美元 待会也会问Alan如何看 以至于各别的港股 快手都公布了业绩就怎么部署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 留言说下你的名字 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联储局5月的议息记录显示 官员忧虑通胀頑固 对推进减息行动未有足够信心 多数支持在必要的时候 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 密消息拖累美股星期三的表现 道指早段好淡增持 期后最多跌超过300点 收市跌201点 报39671点 标指跌0.3% 报5307点 纳指跌0.2% 报16801点 美债息升 美汇指数也一度升至近105点的水平 而欧洲股市偏远 Chanel警告差似品业务面临挑战 拖累LVMH和爱马仕股价跌超过2%和4% 商品市场方面 金价曾跌近2% 其有价格跌超过1% 招点美股 Tesla回吐3.5%至180.11美元 Google母公司Alphabet和苹果跌0.8% Meta就靠稳 而市场期待 英伟达NVIDIA的业绩 股价早段一度见960美元的关 气候回吐收市跌0.5% 中概股拼多多公布业绩之后 股价曾经升超过7% 收市只升大约1% 看看其他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麦阿里巴巴比港股跌2.8%至算布80.69 腾讯、美团和京东比本港收市跌大约1% 腾讯至算布380.62 美团至算布119.34 百度跌0.8% 而汇丰控股ADR至算布69.03 比本港收市价低0.7% 油邦跌0.5% 港交锁跌大约1% 报280.76 然后看看今早中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偏远近 39723点跌60点 但看到纳指期货比较强 升了大约0.4%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今早是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股市靠稳 日经平均指数38,770点 升至153点 升幅大约0.4% 南韩股市跌0.2% 澳洲市跌0.8% 新西兰市轻轻偏远跌5点 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预示港股 今早有初段的情况 黑旗正在跌跌过8点 先和Ellen谈谈外围最新消息 AI芯片股价NVIDIA 公布了 截至4月底为止 首季度业绩 先简单说大数 收入超过260亿美元 升了2.6倍 纯理升了6.2倍 经调整的纯理 超过152亿美元 升4.6倍 经调整每股盈利6.12美元 超出市场预期的5.59美元 毛利率亦大升大约12个百分点 去到78.9% 超出预期 NVIDIA同时宣布拆股 比例是一股七开做十股 在6月7日便会生效 派息亦大增1.5倍 公司发布第二季度的业绩指引 亦比预期好 收入280亿美元 按年增加1.1倍 经调整毛利率预计75.5% 预期年度有大约七成半水平 业绩好 加上拆股的刺激 刚才我们也说到 盘口很厉害 股价经常突破一千美元关 首度突破了 斯文你怎么看 今次的业绩最大量点是什么 可不可以支撑到股价这么强 继续更强 我想基本上所有指标都会向好 无论是收入利润和毛利率 其实都是超预期的 其实都没什么好说 因为一季度业绩超预期 而且基本上是全面超预期 再加上第二季度的指引 第二季度的指引 第二季度的指引 亦都比预期为好的 还有毛利率 当然 因为一季度的毛利率 做得特别好的 78.4% 但到了第二季度的时候 可能会回到正常 即是75% 然后上下50% 即是50% 去发毛洞 这个其实都是预期之内 还有这个也会有一定的变数 因为 其实它今年第一季度的毛利率 其实也是超出它之前的指引 原因就是 你的销量一上升的时候 规模效应上去的话 那个毛利率自然就会提升 可能它去年同期的时候 即是去年第四季度的时候 都预期不到 一季度的需求可以这么强劲 所以导致毛利率 会有一个这么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第二季度 其实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就是它的指引比得积极 同一时间就是出来的结果 就是给它进取的指引 可能会更加好 这个情况 我想都会延续今年的 因为你看到 所谓的几个大业务 但现在主要都是来自 视伏器那方面的需求 即所谓的AI算力 因为游戏的部分 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想尤其是 中下游报告AI的企业 其实越来越多 大家都开始加码 希望在AI研发那里 其实会有一个领先 所以你上游可以获得的 即基础建设的时候 你只能够问NVIDIA 买芯片 虽然其他的竞争对手 可能上年来 你看到Intel或者AMD 可能它都有这方面的 发展的打算 但是始终落后 我想都不止一个Generation 所以你说其他的对手 对它构成竞争 应该都不是今年或者明年 会出现的事情 所以它今年明年 仍然都是独霸市场 只要整个市场 就是下游的企业 继续在AI那方面加大投放 我相信它的收入 包括毛利或者整体利润 仍然都会有一定上升的动力 不过由于这一次的超预期 都可能是很多人的预期之内 所以你看到之前 其实这个资金 即Fund flow 其实都买得挺厉害 其实出业之前 他们的$1,000也是差一点 昨晚已经$9,500 $9,700 这样的位置 所以它是上多一点 破了$1,000 而且它已经不是第一次 冲击$1,000 这个位置 所以之前都曾经试过 虽然是超好很多分析的预期 但是也是很多投资者的预期之内 我估计 可能你短期达成目标之后 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 获利回吐的压力 你看到它之前 其实都是这个情况 就是出了很多业势 就是$800 美元以下的事故 是的 它出了很业势 大家一片唱好 那就是很大的憧憬 但是反而就可能升了一天之后 其实反过来就开始回了 可能今次也是这个情况 当然拆股是会有少少帮助的 尤其是真的拆了之后 美国散户 一场贵便宜一点 美国散户 就是众志成城的能量都很大的 可能拆完股之后 可能未来 拆完股之后 就下回100美元 可能在100美元附近的位置 徘徊之后 其实仍然都会有动力再升 但是你说 之前已经买好货的重仓 那可能今晚是一个 短期成股的机会 是的 我还打算问你 有货是否需要持续 但是你说 追不追入 是的 还有如果不够货的话 是否要等拆股之后才卖呢 我想等它 也未必需要等拆股 但是我觉得也是 现在拆股前 等它回到900美元附近 如果拆股后 就回到90美元附近 这些位置再上车 就是最重要是看价位 看价位 而且你看到它的节奏 都是一期期业绩的去炒 炒完一季左右 下次第二季到业绩的时候 应该是8月左右的时间公布 那现在来8月 那其实也有三个月 嗯 明白 就是看你部署 如果你是短线的 就可能要看位置 就是吃虎辣 中长线 就还看好的 那我们说一下整体大市 因为NVIDIA那么好 一定是带到身边 其他相关股份 看到本头 其实其他相关的AI概念 你估计都不错的 但是整体的市况气氛 会不会有一个个别发展的情况 因为昨晚又有一个联储局那边的议息会议记录出来了 那就显示 他们还是担忧通胀环固的 看到很多官员都在支持 在必要的时候可能要再紧缩 那就是之前大家很憧憬的减息的期望 又突然好像又降温了 那对美股气氛的影响你有怎么看 有点影响 但是你见到美股近期都是在这些 其实也不是近期 我想近一年都在这个加息减息之间 不停在那里挣扎 不停在那里挣扎 但是你挣扎过程里面的市场是继续上升的 所以短期是有调整压力 还有现在的市场其实是高位来的 就是前一晚 前一晚才创完新高 那所以通常创完新高之后 那你有少少的泪淡的消息的时候 那可能可能大家会振走和许 然后只是这个创的 还有今次的闯升高 又不是这些气誓如虹的破顶 慢慢更 assisting siis Chut 就是会 vont坏 lagi 慢慢掌上去 你可以看到今次的破顶 其实是会去爬得比较艰难 就是跟之前地糖 即蛇一破顶 经常逾了 2-3% 才停止 现在稍微有少少破顶 又会停一停 少少破顶又会停一停 我想美股的确是短期 这段时间缺乏一个持养少少的调整 过了第一季度业绩之后 去到6月份这些时间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炒 直至7月中之前 美股可能是一个消息淡静的期间 可能真的会有少少调整的压力 所以我想大部分股份这段时间追就没有太大必要 因为你现在追进去